歡迎收看《樓市思見》 我是主持人Katy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報166.88點 按週跌0.61% 連升三週後回軟 我們很高興除了繼續有師生在 邀請到中原測量師行聯席董事張世昌先生 跟我們一起談談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早安 大部份人在賣樓時都需要向銀行成早安揭 萬一物業股價不足就很有可能會影響到貸款額 最近有報導指 由業主裝修打穿主力牆 有四間銀行更加因為這樣而暫停為這個單位網上股價 想問一下 更改物業間隔有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到股價 或者先講講 如果要了解間隔改動對股價有沒有影響 我們要了解一下怎樣做股價 一般來說我們在香港都會用一些比較直接比較方法 最簡單地說就是找一些過往的成交 最相似最近期的成交作為基礎 之後進行一個比對的計算 當中我們有些因素要考慮 亦都會有一些合理的假設在裡面 如果考慮一些因素 其實就耳熟能長 都是一些景觀 座向這些 例如我們股價的時候 需要了解一下物業會不會有海景 或者一些樓景 內緣的景觀 我們股價的時候都會找一些最相似的成交 海景 我們盡量找一些海景單位去做比較計算 另外對於樓層高低 我們都會有一個考慮 因為通常來說 物業越高 價值通常都會高一點 可能有一個高一點的景觀 開陽度 或者高一點的私隱度 當然也有例外 例如一些唐樓 可能會低層的 就叫做便宜一點 因為行少兩級樓梯 另外對於物業的大小 或者開職 我們都會有一個考量 可能物業的單位是小單位 還是大單位 還是兩房 三房 甚至乎三房半 我們都會有一個計算 盡量找一些相似 例如我們猜到大單位的時候 我們就很少拿納米樓來做比較 因為大家不同的市場 另外對於市場的變化 股價的同事都會有些觸覺 尤其是最近市況就叫做持平 如果我剛才所說 我們找一些成交來做比較的時候 過往可能一兩星期的成交 跟今天的市況的變化 可能未必差太遠 可能直接可以套用來做計算 但如果我們股算的時候 找一些成交是兩個月前 或者三個月前的時候 當時的市況可能跟今天有少少不同的時候 我們就有少少微調在裡面 這些都是我們要考量的因素 另外剛才所說 有一些合理的假設在裡面 我們亦都會假設物業狀況基本上是良好的 因為有時物業的使用情況 我們未必知道 我們未必可能有能力去入屋去進行視察 所以如果我們盡量都會假設單位狀況良好的 我講一個例子 例如師生用的單位 和我使用的單位的狀況都未必一樣 師生可能保養得很好 但我可能操心大意 或者我又養小動物 那個損耗會大一點的時候 變成我們很難在股價的時候 對單位內隆的狀況進行一些這麼細緻的微調 所以我們盡量都會假設單位狀況良好 另外我們也會假設可能和原積相符 因為有些改動 例如兩房變一房 或者是耿廚變成開放廚房 其實就好像一些裝修一樣 可能適合你 又未必適合下一個買家 所以有時計算起來的時候 我們在股價角度 盡量都會計算和原積相符 這些裝修改動的東西 我們盡量不會包含在裡面 如果你說小型的改動 當然未必對股價太大影響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是兩房變一房 耿廚變開放廚房這些 因為背後要還原相關的費用 都不是太高 所以對整體股價來說 其實影響不太大 但如果去到好像今次這個事件 佐村主力場甚至對結構安全有影響的話 影響相對會大一點 因為這些已經去到廣泛流傳 甚至已經形成一種心理的負面壓力的時候 打個比喻 如果主持人想買一個康城的單位三房 其實市民上有很多這類型的開盤可以讓你去選擇 或者開價都差不多 但可能你寧願會選一個 可能沒有太大改動過的單位去買 變相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攝氏單位的業主 有機會都要折讓去放售它的單位 其實這個正正反映了對股價的影響 或者對市價的影響 未必是由我們去定的 其實是由市場去反映究竟它需要便宜多少 令到會有人再承接的時候 我們股價才會跟從這種成交再去反映 所以可以理解到為什麼暫時有些銀行 都停不了網上股價先 因為實在不是有太多先例可以巡 所以暫時我們都要看看市場變化 或者市場的反應再再決定 因為這麼嚴重的對大廈的結構影響 或者違反建築條例違反了大廈公契 足以影響到嚴重的話 政府有權收回那間屋 銀行當然不敢借錢給你 所以如果有嚴重的破壞 就會影響那座物業 小的有些錢建 有些錢建表面上看來好像不會影響結構 但亦都可能違反大廈公契或者建築條例 例如一個長的廳靠某一邊採光 隔了一個房間 有些人轉劏房 把廳都隔房出租 隔了有些房間之後 另一部分可能是光線不足 光線不足 違反採光要求 都跟建築物條例相違背 都違反了你作為地契的租用者 有責任遵守這些條例 都可以影響你有責任去復原 所以銀行股價的時候都會打折扣 不過你剛才說影響銀行股價 我自己看香港銀行在今天 都是很積極做按揭的 很少估不足價 除非市場下跌了 你買貴了不是銀行股不足 是你自己日市的價格偏高 大部分情況 銀行股價都很貼事 銀行為了做按揭 現在是很積極有回贈的 有些銀行現在借100萬送3萬 百分之3的回贈都有 如果你借1000萬有30萬代 所以有些人我見 買居屋的只是賺回贈 都不用首期 借實足還有回贈 你不用銀行出來 都可以買到樓還有裝修 剛剛提到 如果有這麼嚴重的結構改動上 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可能對樓上樓下 或者甚至同一個屋苑的其他單位 會不會都有影響 在股價方面 我們等我講 其實如果我們現階段 其實我們對於攝市單位 其實股價相對都會保守 看看市場狀況 才再決定 其實和網上銀行 那些暫停股價狀況都一樣 我們都要審慎少少少 看看究竟影響有多大 尤其在還原之後 相關的費用 會不會有牽涉到其他追溯的 一些費用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這件事 尤其是對市場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其實有時候 價格不是由我們的股價去定 而是由市場去反應 究竟最終的成交價是多少 我們先用這些成交的參考 來繼續去做股價 可能先影響攝市單位 我們未必先進行一個股算 但你說如果真的輪近的樓上樓下 或者在這時候我們的股價 都會相對保守一點 香港的建築安全系數是很高的 政府的條例是遇得很鬆的 這裏拆了,那些力就射到旁邊 不是說拆了,立即在上面倒下來 立即有裂痕 一般樓就未必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是一旦作了這些改動 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呢? 買家可以踢踢 他買了一層樓回來 他說,你改了都沒有告訴我 要不就在我成交前 把它復原,復原到政府接受的標準為止 不然我不開了 賣了,預料可以收錢,最後會落空 所以作這麼重大的改動 其實業主是有風險的 除了一些重大的結構改動之外 沒有哪一類的建築命令 其實是比較致命傷的呢? 致命傷 如果說一些建築物攀柄 我們說一些常見的 因為常見有三十B或三十C 都是說一些強制驗樓、驗窗的項目 其實去到特定的樓齡 政府規定你可能要驗窗驗樓 這些都比較常見一點 或者風險係數低一點 因為銀行通常見到這些建築物 都會寬鬆一點去處理 因為牽涉背後的費用都不高 就是任何費用都不高 另外如果你見到一些 Section 24這些是關於 你可能需要拆除還原 或者去補救這些工程的時候 有需要你都可能要拿 整份全文件出來 看看Section 24的建築物 是關於什麼類型 因為都牽涉得比較廣一點 另外如果再嚴重一點 可能有建築物攀柄的Section 26 26是說一些危險建築物 或者欠桌建築物 一般來說都是說一些好舊的樓 五、六十年代的 可能都需要加一些支撐頂 或者可能一些外場摩洛要即時有危險 要去改善或者去補救 這些風險系數高一點 銀行或者一些審批的時候 見到都會多加留意 這些都是在建築方面 其實層樓有時會被人釘契 就不只是建築的問題 譬如你欠別人的錢 和老婆離婚 或者遺產有不同意見 都可能被人登記了 有些先要解決 才可以成交的因素 成交前都要查清楚 今天很多謝兩位的分享 我們下次樓市事件再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